是又是发生了一起公安事故 这个大楼居然是发生了倾倒的危机 那么在今天晚间的最新情况呢 是他大约原本已经倾倒这种大楼 在一楼的部分呢 是已经垮了下去 变成了地下一楼的部分了 那么可以看到呢 其实当时他时间是在晚间10点50分左右 那么就是因为呢 已经有倾倒的危机 所以当时有大批的这些消防员 警方以及相关事务人员 还有记者媒体都在外面等候他们的救援 不过呢就突然听到了好几声巨响 是一连发生 吓得大家是赶快往这个建筑物这边看 没想到呢 这个原本已经倾斜的大楼 还真的直接往下垮 这个一楼的部分呢 是直接往下掉 掉到地下一楼 那么没想到是真的发生了 这个倾斜危机 那么其实可以看到这个现场呢 原本还有大概三万名的住户呢 是原本在这个家里面是紧急被疏散 那么包含呢 像是这个一家老小 他们都没有办法在家里面睡觉 只能全部撤离到户外 目前呢得知的疑似是撤离到这个附近的学校里面 那么这起意外的发生地点呢 是在台北市中山区的大直街94张里面 出不了解呢 原因就是因为旁边有这个新的建案 当时正在施工 而现在初步调查 一次是在施工的时候 是一次不小心挖破了连续壁 那么加上没有灌水 导致这个地基不稳 进一步的影响到旁边这个民宅 也导致了大约有五到六栋的房屋倾斜 没有人受伤 而且包括铁门大门都是明显的变形 其实呢住户也是不敢回家 不过就有这个居民表示下午在施工的时候 他就有发现房子有稍微倾斜的情况 没想到大约在晚间七点足够 他们在家里面是听到了一声巨响 这个大楼呢还震动了一下 而且民众的家中的瓷砖还是因此剥落 因此呢这个住户是马上去后面看 就看到这个监工叫所有的工人撤退 他过了半个小时才通知民众赶快撤离 但是怎么知道过了这么久才通知大家 在短暂时间如果发生意外要怎么办呢 让这个居民真的是相当的愤怒 不过可以看到呢 大概经过两三个小时 大概在十点五十分左右之后 这个原本倾斜的大楼还真的垮了下去 让他们真的是觉得非常愤怒 而且非常的危险 但是到底是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目前市府还有相关人员 都还有待进入的调查理清 那么以上是来自现场军情 请将时间镜头 先交换给朋友的主播 好 各位观众目前目前在位置就是在台北市的大直区的94街 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场现在已经拉起了层层的封锁线 因为可以看到不远处这个位置 有一处民宅是非常明显的倾斜了 而在晚间的十点四十九分的时候 它这个一楼就已经硬生的直接陷入到地面当中 这个场景真的是相当的触目惊人 那帮大家回顾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 疑似就是因为对面这个建案 它也造成了一个对于这附近的环境所造成的一些损害 所以可以看到直接波及这附近的旧民宅 那么可以看到现场其实有很多的民众想要来接近 但是警方已经拉起了层层的封锁线 就是担心这当中可能会引发一些危险 那么可以看到在这个索性里面这些民宅的住户 在稍早的时候其实已经提早撤离了 而且都是在安置在附近的 像是实践大学的这个位置 那可以看到刚刚这个下线的画面 真的把着实把现场的人都吓了一大跳 因为基本上其实根据市议员他来对媒体的转述 其实在过去半年当中 其实已经这里的这个房子也是由住户来表示 其实已经相当的不稳了 不过可以看到幸好这个住户都已经索性的去安置了 所以改去了实践大学这个位置 不过确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场面真的相当的触目惊心 另外可以看到像是市府的这些官员在稍早 包括像是李四川都已经来到了现场 那目前呢那个蒋万安也已经抵达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像是市府的团队呢 接下来预计也会针对于让蒋市长来跟 媒体来庆行这个联访 那我们可以现场其实像是这个也设置了一个指挥站 那当然就是要来做应急的指挥 那包括像是消防车还有灌洒水车也都在现场进驻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当然也就是大家接下来需要厘清的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呢 从这个相关一件照片当中 或像是住家的这个阳台啊 围里的部分其实都是因为这个民宅的重量 所以当然就会往下也造成了这个民宅的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况 但是刚刚提到了住户所信已经安全撤离 但是接下来这个房子到底要怎么处置 因为现在看起来呢恐怕是真的没有办法住人了 那接下来呢到底这个相关的处置工作 以及要如何的 有没有可能会波及到附近的其他民宅 我们也是外界非常关心 那TVBS还会随时在现场为你掌握任何的最近情况 主播